走访肯尼亚最大的基建项目 蒙内铁路 为了保护铁路沿线的野生动物 工程人员做了哪些特殊的设计 我们沿线分过了14处 动物的建设动作 肯尼亚百年来新建的首条铁路 又将为当地人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所以这个铁路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大 他们也是充满了期待 一所普通的肯尼亚小学 与中国企业有着怎样的联系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节目 《一带一路》第175集 《希望之路》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一带一路》市制组 继续在肯尼亚蒙巴萨的行程 近年来 一项举世瞩目的工程 让蒙巴萨受到了中肯两国政府 和民间的广泛关注 它就是肯尼亚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基建项目 在今年5月刚刚举行过通车仪式的蒙内铁路 蒙内铁路全长480公里 东启东非第一大港蒙巴萨 西至肯尼亚首都内罗币 是肯尼亚近百年来建设的第一条新铁路 也是中国企业在肯尼亚呈建的最大项目 设置组在当地采访的时候 正值蒙内铁路建设的最后阶段 为了了解项目的建设情况 我们驱逐来到蒙内铁路的起点蒙巴萨港 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提前约好的 中国路桥公司的工程人员 那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19号博位 对 蒙巴萨港口的19号博位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建的 这个博位是由中国公司 就是我们公司成建的 是从2010年开始成建 是13年开始起用的 13年之后开始起用的 每天都要这样的大规模的作业 对 每天几乎是24小时 因为现在港口的吞吞量比较大 中国路桥隶属于中国交建集团 早在1985年就已经进入 肯尼亚的工程承包市场 19号博位 不但是蒙巴萨港 20年来的首次扩建项目 也是中国企业在肯尼亚成建的 第一个港口项目 蒙巴萨港港阔水深 可以停靠多艘大型货轮 自古以来就是东非地区 最好的天然两港 不过由于肯尼亚的 路路运输发展之后 蒙巴萨港的吞吐优势 一直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因为现在这个整个蒙巴萨港口的吞吐量是越来越多 15年的它的吞吐量大概是2600万吨左右 但是原来以前有一个既有的米轨 既有的米轨的去年应该说它的吞吐量不到200万吨 不到10% 90%以上是走的公路 但是那公路的压力就会特别大 公路有一条国道是109它的压力比较大 有可能是要堵上很长时间 所以继续修一条新的铁路 这个铁路呢就是由我们中国故事 中国路墙来承建 听人们风讲 19号博位全长240米 总投资8200万美元 每年能新增25万个标准集装箱的吞吐量 使港口的整体吞吐能力提升30% 目前蒙巴萨港共有21个博位 未来铁轨将覆盖全部博位 最大限度提升港口的装卸效率 蒙内铁路属于东非铁路网的起始段 不但是东非六国的物流大通道 也为当地人的出行提供了新的选择 离开港口 我们来到了正在建设中的蒙巴萨西站 蒙巴萨西站是蒙内铁路第一个客运站 蒙巴萨的旅客从这里上车 那就是说那这个地方是起点 对这是客运的起点 刚才我们看到蒙巴萨港站 那是货运的起点 但是这个站呢同时也具备货运的功能 货运和客运都可以是吗 对 那上客的话是在哪 是在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吗 这个是我们上客上旅客的站台之一 我们设计有三个旅客上下站台 哦 这样并排的三个 对对 蒙巴萨是著名的旅游城市 为了缓解巨大的客流压力 蒙巴萨西站的年客流量 被设计为一百万人次 铁路通车后 蒙巴萨到内罗币的通行时间 将从八小时缩短到四小时 设置组在这里采访的时候 蒙内铁路的主体工程已经基本完工 正处于静态验收阶段 什么是静态验收 就是检验整个铁路的施工质量 这个前面我们这个轨道车 就是我们平时静态验收乘坐的工具之一 就是这个 对 等一下要求你和我们一起 检查一下我们全线的施工程 好啊 好啊 好 行 走 考虑到肯尼亚的国情现状 蒙内铁路并没有采用 中国普遍使用的电机机车 而是选择了更加经济可靠的内燃机车 整条铁路全部采用中国机车 并由中国路角与第三方公司联合运营 客运列车的时速达到120公里 货运列车时速80公里 单程的硬座票价约为46元人民币 软座票价为198元 坐在轨道车上 车窗外的美景一览无余 这现在就到哪了 我们现在大概的里程是通过马上出来80公里 80公里 我们旁边是109公里出线 然后我们的铁路呢 109国道是吗 109国道 在哪边 在左边 那边是吗 对对对 离这并不是很远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清晰地看到 有那个大货车一直在往那个方向走 是是是 然后呢我们这条主线也紧邻着 以前英国人修的这个迷轨铁路 从蒙马萨到内罗毕 基本上这个两个铁路是并行的 从蒙马萨到内罗毕的 米轨就是指轨道宽度为一米的宅轨铁路 它是在100多年前 由当时的英国知名者修建 由于设备严重老化 目前的时速只有40公里左右 缓慢的铁路交通不仅难以满足蒙巴萨港日益增长的运量需求 还是铁路的货运成本居高不下 发展现代铁路不仅是肯尼亚政府的破解任务 也成为乌干达卢旺达等内陆国家的希望 经过研究 肯尼亚政府最终决定建造蒙美铁路 并采用1.4米宽的国际标准轨道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理位置呢 是什么呢 是穿过这个东非动物园第二大动物园 叫这个查沃动物园 在左面呢是查沃西动物园 在右面是查沃动物园 往那条路总共是480公里 其中120公里是穿过查沃动物园 那距离很长 对 查沃动物园是肯尼亚最大的动物园 这个因为它动物的分布 迁徙的路线 根据当地KWS 就是肯尼亚动物管理保护局 他们提供了迁徙路线和它的追传地 我们沿线分布了14处动物的迁徙通道 最高的迁徙通道高度是超过7米 就是查沃国家公园总面积 约2万平方公里 生活着非洲绝大部分种类的野生动物 这里白天的地面温度能达到40摄氏度以上 动物们都是在下午6点以后出来觅食和活动 为了减少对它们的影响 蒙内铁路的所有标端都禁止在夜间施工 同时项目组还在沿线设置了多个动物饮水点 并对一些受伤的动物进行救助 比如说当时是什么动物 有大象 有小象 掉到泥塘里面出不来 像这样的泥塘 比较远一点的泥塘里面出来 就是这样的泥塘是吗 对 然后它出不来 我们的蛙鸡过去之后 把它一条路给它拔出来 为了更近距离地接触蒙内铁路 我们跟随任文峰走下轨道车 来到公园内的铁轨上 那从内罗币一直到蒙巴萨 中间会有几个地方可以停车上下课 一共有七个大站 七个大站 我们把这个480公里的客运 基本上就全部连起来了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七个大站 我们是按照每个地区的 它的地貌情况 以及它的特点 然后呢 每一个站都是不同的一个景色 有的像斑马 有的像山 有的像 包括我们那个蒙巴萨西站 是一个水滴 滴在一个平静的一个湖面上 然后产生这个连笔设计的一个图形 非常漂亮 听人粉丰说 蒙内铁路途经肯尼亚东部的八个军 三十三个站点 以前由于交通不便 牛客们都住在公园内的酒店里 很少在附近的村镇消费 铁路通车后 不但会让人们的行程更加舒适安全 也会形成新性的旅游观光路线 带动沿途村镇的经济发展 离开铁轨 我们跟随任文峰 来到沿线跨度最长的一座铁路桥下 所谓的那个桥是不是就这个 茶卧桥 这个茶卧桥是全长1.9公里 总共是32米的这种桥跨是60跨 33米的两 最低的高度是7米 最高是35米 那为什么要把这个桥修得这么高呀 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重要的动物的通道 并且这个地方的动物通道 主要是大型动物 是长颈鹿和大象 长颈鹿和大象 是主要的动物从这迁徙 对 为了保证长颈鹿和大象的正常的迁徙 所以我们把这个线路抬高了 听任文峰讲 大桥附近就是横管茶卧公园西部的茶卧河 沿岸拥有丰富的植被和水源 很多动物都会从这里迁徙 大桥长达两公里的跨度 也能保证公园内一万多只野象的自由穿行 那原来你们在施工的时候 有看到过有这个大象 或者您说的长颈鹿 经常看到 那会在几点 一般都是晚上十点以后吧 十点之后 对 也要是下午的时候 下午很少 有斑马这里 这地方有狮子和豹子 那其实是到了晚上 在这个地方是相当不安全的 对 由于不是动物的迁徙期 我们并没有发现动物的踪影 听任文峰讲 除了十四处大型通道外 陆桥公司还在全线设置了 一百多处小型寒洞 并设计了引导设施 帮助动物安全穿过铁路 这些细致而完善的环保措施 受到了肯尼亚政府和当地村民的认可和称赞 天色渐暗 我们前往临近的项目工程营地 为第二天的拍摄做准备 在蒙内铁路项目营地 看两国员工如何协同合作 跟随中国企业员工慰问当地小学 了解师生们在临时小区遇到的困难 《软方的家》大型系列节目 《一带一路》 第175集 《希望之路》正在播出 蒙内铁路的建设历时两年多时间 为了便于施工管理 整条铁路被分成十个标段 茶窝大桥的建设 由项目部第二标段负责 第二天一早 我们跟随任文峰走进二标段的营区 二标负责的施工路段 全长144公里 沿线共有四个营地 这座营地是二标的主营地 设有办公区和生活区 虽然紧邻繁忙的109国道 但这里却做到了闹钟取尽 不时还能听到几声 虫鸣鸟叫 那当时这个营地是怎么选择在这儿建的 当时这个营地是一片剑麻林 剑麻林 是这种是吗 像那种剑麻林 全是这个 一部分剑麻林 然后所有的树都是原来已经 这个在这儿生长树 所以说我们营地呢 从环保角度考虑呢 把剑麻跟树都留下来了 然后我们在空间里面 是要做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区和办公区 还有生产区 所以说这个环境是比较好的 七小博说 营地里的员工 主要是中方的管理和技术人员 高峰时曾有200多人在这里工作和生活 听说蒙内铁路的贷款方代表 正在营地检查项目的施工情况 我们请任文峰带我们过去看看 刘主长你好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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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中国进出口银行 驻克尼亚办事工作组的刘主长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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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远方的加拉木组的 太亲切了 刘主长经常到我们项目上来 检查项目的质量跟项目的进度 他们正好到我们二标来 然后检查我们的静态验收 平均工作的情况 刘鹏平时常住在内鲁比 这已经是他第五次来到项目现场 据他介绍 蒙内铁路是中国进出口银行 在肯尼亚提供融资服务的最大项目 贷款金额达到36亿美元 接近项目总投资的95% 为了保证国家的资金安全 他们需要定期去各个标段 检查项目的进展情况 那检查的结果怎么样 这个我们的中交路桥 这个施工质量和施工进度 还是我们都很吃惊 因为这项目本来他们商务合同是五年的工期 他们基本上要三年的时间 就要能全部把这个项目建成通车了 所以对我们行来说 也是对项目的施工进度和质量都比较满意 很吃惊也 截止到2016年底 中国进出口银行 已经为肯尼亚的26个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 贷款金额为476亿人民币 项目涉及交通 能源 医疗 教育等多个领域 为大批中资企业进入肯尼亚市场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我们在海外建设过程当中 特别是近期这个大的项目 进出口银行始终伴随着中国企业 在外面提供优质的这个资金 优质的服务 来为这个一带一路的建设 做出非常大的贡献 我觉得现在他们都从什么 以前是企业带着银行走 现在他们的银行带着企业走 这是我的感同非常深刻的地方 良好的工程质量离不开对材料严格的把关和检测 除了工作在一线的建筑工人外 很多幕后的技术人员也为项目做出了很多贡献 离开会议室 任文峰带我们来到了营地内的中心试营室 我看在这个图工市里好像还有当地人在工作 我们能进去跟他们聊一下吗 好 您带我进去 哈喽 你好 伊沙北拉今年32岁 来自附近的沃伊诊 目前是中心试验室的一名统计员 她正在整理各标段发来的混凝土检测报告 那当时怎么会想到来这个体业工作的 在这儿待多长时间了 我已经工作了两半年了 人文峰告诉我们 设立试验室是为了确保当地的材料 符合中国铁路的建造标准 由于整个项目需要中和两国员工协同合作 为了便于双方沟通 检测报告都是用英文来填写 但使用的都是中国标准和检测方法 在旁边的水泥试验室 我们见到了几位当地员工 正在进行水泥性能测试 水泥试也是一个试验室是吗 对 水泥的各种性能测试 就我看到这有很多的这个仪器 这些仪器是从哪来 是来自中国吗 这些所有的设备都是来自于中国 那包括就是他们这种技术呢 是跟谁学的 这都是中国人培训给他们 培训出来的 人文峰说 中国的铁路建造技术 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 在蒙内铁路开工前 他们曾多次邀请 肯方政府人员去中国考察 了解中国铁路的技术优势 经过考察 肯方认为 采用中国标准来建造新铁路 是最优解决方案 因为我们现在的中国的高铁已经走到全世界的潜力了 并且我们由全世界最高的运营里程 就是通过我们的实际的工程经验和我们的解释 最终他们同意我们采取中国标准 为了保证工程的进度和质量 这里的肯方员工都是相关专业毕业 并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大专生 每位员工还要经过三个月的岗位培训 并经过严格的考核后才能上岗 截至目前 蒙内提录已经为当地提供了超过四万个就业机会 平均薪资已比其他企业高出12% 当地人是不是也更加愿意进入到 像我们中国的企业 是的 这个当地人呢 因为在这个项目非常大 在肯定案来讲的是一个最大的项目 所以说能够到这个企业来工作 来这个提高他们对这个工作技能的这种提高 对他们未来的从事的更多的工作 有费用很大的帮助 这样的话呢 同时也能解决怎样的很多的就业危机 七小伯说 蒙内铁路总造价38亿美元 采用中国铁路一级标准建造 处理一些核心材料从中国进口外 水泥和钢材全部从当地采购 每100美元的建造成本中 就有40美元贡献给了当地 据统计 蒙内铁路每年能为肯尼亚的国内生产总值 带来1.5%的增长 肯尼亚政府希望在2030年时 将肯尼亚建设成中等收入国家 作为肯尼亚远景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项目 蒙内铁路在建设过程中得到了两国政府的鼎立支持 那么在很早以前 从1958年的时候 那会儿呢 是我们是对外晶圆项目 那么到了改革开放的 看开始的时候呢 是从晶圆转入到承包 那么现在呢 随着国家战略一带一路 包括在非洲的三网一化 那么陆桥公司呢 始终呢 跟随着国家战略发展 来实施我们海外的 这个呈现的这个所有的大的项目 我们央企呢 实际上在海外这个发展的 它的这个作用呢 实际上是以起一个大国重气的作用 我们要紧跟着国家战略 紧跟着国家外交政策 来起到我们央企应该起的作用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 蒙内铁路的工期从五年缩短到了三年 并于当地时间2017年5月30日 举行了通车仪式 在不仁的将来 这条象征着中肯两国合作共赢的新铁路 将承载着肯尼亚经济腾飞的梦想 造福这里的万千民众 去铁路沿线的沃伊镇 了解当地人对蒙面铁路的看法 在校园里 欣赏原汁原味的非洲歌舞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节目 《一带一路》第175集 希望之路 正在播出 蒙内铁路的营地位于茶屋大桥西侧 对面就是拥有一万七千多人口的沃伊镇 营地里的员工经常会在镇上采购生活用品 铁路通车之后 那里也将是一个重要站点 离开营地 我们跟随当地翻译来到了两公里外的沃伊镇 这儿还真够热闹的 是的 特别热闹 平时的话我们比如说下班之后呢 或者需要一些日常用品呢 我们都会来这里买 然后因为这个镇呢 它的东西还是比较简单的 这儿离下面有多远 大概两公里 很近啊 对 特别近 虽然挺小的 但是什么都有 比如说医院啊 还有这边这个长途车站啊 还有这些银行啊 都是有的 警察局 这些都是有 而且这个地方旅游业也比较好 这里有茶沃洞公园离的也比较近 沃伊特别近 沃伊的新省源于一百多年前的迷鬼铁路 当时大批工人涌入当地定居 沃伊从一个小村子开始不断发展壮大 并在1932年正式设阵 由于地处蒙巴萨和内陆比之间 又近邻茶沃国家公园 近百年来 一直是当地的交通收纽和商业中心 您这是做什么生意的 这是西伯茄 西伯茄 就是网巴 这是情统网 那你们如果出行的话 是做大巴呢 还是会做迷鬼 大巴 帽子 帽子 可能 他说现在他们基本上都是用巴士的 因为十年以前 可能每一天都有那个旧的铁路 每天都有一班会通过 但是现在可能一个周只有一班 大部分都是用来运货 运一些商品之类的 所以他们基本上都不用 如果要去大城市 他们就会用那个巴士去 听这位居民讲 虽然沃伊镇建有迷鬼铁路的车展 但由于列车经常晚点 而且速度很慢 很少会有人乘坐 而铁路旁的国道则拥堵严重 到内罗币200多公里的路程 经常要花上6个多小时 那您知道那个蒙内铁路是吗 所以您知道HCR的铁路是吗 是的 我知道 我知道 哦 知道 那现在正在修建这个蒙内铁路 那在修建的过程当中 对您有什么影响吗 好的或者是坏的 很好的 是的 他说对他们的影响肯定是具体的 然后呢 因为很多人就找到了工作 因为这里就业率就提高了嘛 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而且他们的交通也有所改善 听左林说 肯尼亚2014年的失业率达到了40% 其中70%都是年轻人 蒙内铁路开工后 它所在的二标端 为附近的居民提供了很多工作岗位 不但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水平 也促进了卧衣镇的商业发展 你好 您是老板吗 您就是老板 我发现你们家的这个鞋子 衣服 还有这样的小头饰啊 都非常的漂亮 这都是从哪儿进的 大部分是从内罗币进过来的 但是他们都是从中国来的 就是从中国进口的 但是您进的话就是从内罗币进的 就是非常喜欢 这里就是供各种各样的货 什么是货都供 这位商户名叫艾伯拉罕姆 听他说 现在有很多中国人在肯尼亚做生意 中国商品质量过硬 种类齐全 当地人都很喜欢 他在进货时 大多会选择中国的商品 哪些是从中国进的 全这些是从中国进的 哦 是所有的鞋是吗 这全部都是从中国进的 那比如说像哪一种 是在当地最受欢迎的 哪一种是最受欢迎的 哪一种是最受欢迎的 学校现在关闭了 这些是最受欢迎的 就这种板鞋 因为学校已经放假了 这种板鞋特别受欢迎 就是说学生会来买的多一点 是吗 所以学生会来买的多一点是吗 这类型的鞋子 这类型的鞋子 甚至我 哦 这类型的鞋子 他们当地人会比较喜欢 这种简单的 像这种板鞋 或者老板自己穿这种鞋 那如果像这样的一双鞋 在这卖多少钱 像这一双是1800仙利 大概之后人民币是120块 120块钱 听爱博拉韩姆说 由于交通补偿 肯尼亚国内的货云费用 一直居高不下 这些商品的物流成本 就占到了总成本的40% 虽然他的店生意还不错 但利润并不高 他说呢 是 他的生意是特别好 现在呢 那种竞争也是比较激烈的 所以他们特别希望 这个铁路能够尽快地运营 然后他们一天就可以 从这里出发到那楼币 就是进完货物之后再回来 如果像现在铁路 还没有运营的话 他就是可能要两天 第一天去 然后住一晚 第二天再回来 所以这个铁路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大 他们也是充满了期待 通过对居民的采访 我们珍惜地感受到 当地人对这条铁路寄予的期望 发达的交通网络 不但能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便利 也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 我们在内罗比采访期间 曾拜访过肯尼亚发展规划部的常务秘书 他也向我们介绍了建设蒙内铁路 对于肯尼亚的重要意义 我们在这里的车路上 是开放了国家的更多 现在我们知道 那些城市和城市 发展规划部 而成为更大 在新的随着 我们会再重新的随着 开放了一样的地方 Friday will be Mario across the corridor from Mombasa to Nairobi will have a number of Industrial P.E.A.U meaning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make the railway economically viable. Finally and on the first points that I had raised with regards to transport The cost of transportation currently is about thirty-four to forty percent of all the goods which are manufactured in the country Our vision is that within the next 10 years we should have brought this down to about 10 to 14 percent and the only way to do that is by enhancing the rail system or the transport system in general but the rail is going to be the easiest one for us to use to deliver that 蒙内铁路不仅得到了肯尼亚政府的大力支持 铁路沿线村镇的民众也为项目做出了巨大贡献 2015年 由于地处政府征地拆迁范围内 据沃伊镇不远的马格拉尼小学 面临迁移校区的问题 由于新小区还在建设中 为了不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 中国路桥主动出资 在附近新建立处临时校区 离开沃伊镇 我们驱车前往麦金龙罗德路 去看望马格拉尼小学的师生 就是这所小学是吗 是的 这是什么小学 马格拉尼小学 这几位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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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老师吗 是 都是老师 他们都太热情了 这是校长 他的名字是玛丽 玛丽校长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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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好 所以就是其实他们是知道我们今天要过来 对吗 就一直在这儿等着 设置组的到来 让老师们都感到很开心 听左林说 这已经是他们一年内第四次来到学校 由于临时小区的教学和生活条件比较有限 他们每次都会委试圣文带来些学习和生活用品 我们在往前的过程当中还看到学校里有大大小小的孩子 他们都是在课外活动 那边是在踢球 然后那边的孩子是在干嘛 你看这个老师 他妈是直接顶在头上 校长也是 临时校区的命迹并不大 操场两次的校舍都是建议的铁皮房 我们走进老师们的办公室 刚刚把这个水全部都顶在头顶上 您用头顶的沉吗 我们每次来都会带水 因为老师都比较辛苦 你看他们这边喝水其实也不太方便 所以这种瓶装的对他们来说还好 就方便 像这样的水的话他们能喝多久 老师其实应该有二十多个 平常我觉得他们都不太舍得喝 都不太舍得喝 水在这个地方是非常的珍贵的 所以其实对于今天送来的东西 我看各位老师就是都没有锅子上 跟我们说话一直在看这些水本子 还有球 对 由于临时小区只有一个简易的水塔 去用水很不方便 中国陆小的员工每次都会多带些瓶装水送给师生们 马格拉尼小学是泰塔俊丽所公立小学 由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 学生们不但缺少纸笔 课本也是在各年级间循环使用 是考试卷子 我们留在这一年 这个是2016年 16年的体育 对 这是 拿库路郡 不是这一个郡的 对 拿库路郡的 这是我们内玛铁路的那个郡 那个地方相对教育发展还有经济发展的比较好 他们就把这些卷子拿过来给自己的学生做 这样的自己学生的成绩能够不断地提高 那这些卷子是需要花钱买的吗 还是别人用过了之后拿过来继续使用 他说如果为了提高学生的成绩用来练习的话 就从别的卷来借过来用 如果是为了给学生考试的话 那就一定要买 所以就是在学校的整个条件 还是非常的坚固的 就包括这样的试题 都是就是要借过来用 卡斯姆曾在这里工作过四年 他告诉我们 现在学校里共有十四位老师 除了校长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外 所有老师都在这间铁皮房里办公 我们还要留下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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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很多空间 空间也太小了 所以我们也留下来用 我们还留下来用 就是这几个桌子 对吗 对 甚至包括那个桌子 我看到了 就是这个桌子 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办公桌 就是加起来我们看到的 这面前房间里的这四个桌子 就是所有老师都要在这个地方 集中办公 对 所有老师都在这个地方 很集 他们说甚至这个桌子 他们也装了 就是备客桌 办公桌这种朋友 听卡斯姆说 肯尼亚的工地小学 实行八年义务之教育 每学年共有三个学期 每学期三个月 设置组在这里采访时 孩子们刚刚完成期末考试 离开办公室 我们走进了其中一间教室 你们看到我什么感觉 为什么就是看着我一直在偷笑 是什么意思 看到陌生人的时候 就是有点好奇 你们家都在哪住 是在学校附近吗 对 两公里 那你们平时走着过来吗 还是把妈妈骑摩托车 送你们过来 还是怎么过来 也许是由于从未面对过摄像机 孩子们显得有些腼腆 听老师们讲 马格拉尼小学有五百六十名学生 全部来自泰塔逊的各个村镇 现在的校区距离原校只有1.5公里 周围没有任何交通工具 孩子们只能步行来上学 需要鞋 其实我们刚才一直在想 就是他们可能更多的需要的是课本 或者说需要笔 需要足球 需要一个好的教室 需要大大的课桌和椅子 但是他们最基本的这种 都是非常欠缺的 就比如说他们脚上穿着的那双鞋子 班主任哈桑说 肯尼亚政府非常重视教育 学生每学习的学费 只和人民币只有不到六十元 其余全部由政府承担 因此这里几乎没有辍学的学生 虽然资金有限 学校仍然为孩子们 购置了干净的校服和书桌 并行政府为校区通水通电 不过由于位置比较偏僻 学生们在上学途中 有遭遇野生动物的危险 我就发现好像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网 对吗 就是野生动物是会从这边过来是吗 老师一起来 打开窗户外面是很透风 而且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很凉爽 但是野生动物有时候也会扑面过来 就是说外面是有大象的 嗯 那原来有没有发生过野生动物 袭击过孩子的事件或袭击老师 你好 有过 那是什么时候事情 就他们社区里的居民 就前两个周以前 有水牛袭击人的事件 确实有人受伤 听老师们说 现在的校址是由当地政府和学校 共同决定的 也是在权衡很多因素后的无奈之举 不过再过一段时间 新小区就能建好 师生们可以搬到新学校去上课 教学条件将得到很大改善 而临时校舍简陋的条件 也深深触动了我们 我们也希望能为这些可爱的孩子们 做些事情 其实今天在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 我们才注意到当地的孩子 有的都是来广角上学的 相信他们也很辛苦 今天因为拍摄 我们的时间也特别地紧张 但是我们远方的家一带一路设置组 也希望送给每一位孩子一双鞋 但是这个事情呢 我们也委托给中国交建集团 然后也希望他们去帮我们完成 也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穿上 一双舒适的鞋 我们愿意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帮助这些孩子 谢谢各位老师 临近傍晚 我们也要与师生们告别 临别之急 师生们为我们唱起立首当地的歌曲 以此来表达他们的感谢之情 优优独播剧场 Yi 热情欢快的非洲歌舞 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我们也跟着孩子们跳了些来 生活也许并不完美 但快乐的心情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2017年新年到来之前 诗志祖收到一封来自肯尼亚的邮件 路桥公司为孩子们送去了 由诗志祖委托购买的一百多双皮鞋 照片中孩子们灿烂的笑脸 为我们的肯尼亚之行 增添了一份特殊的意义 也让我们对马格拉尼小学的未来 充满期待 加州五周最快洼 magn 好的 我们说 Season 2 稍不得尽 看到了一 arrangement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